港會和測息 港會升得這麼急 昨天已經留意到7.84 之後就8.3 了 8.28 今天搞什麼? 沒有好些息的就很高興上了 你又有一兩間銀行又說要加P 真的那些息開始上了 余偉文一出來說沒錢走就馬上走給你看 然後錢走給息維劇 我不知道怎麼走 我可能不是走出體系 總之你的體系是有港幣流出 可能流去美金 我不知道流去哪裡 或者流去其他地方 它MA沒有做事嘛 如果沒有做事就沒有抽 就是不覺得 如果沒有做事就馬上做 馬上做應該是夾一些息上去 夾一些息上去 因為肯定那些錢相對緊 那些人才出現的情況 那你夾息通常要是拿了錢買股票 如果你有錢買股票的話 股票應該會升 股票應該會跌 都不覺得近期有什麼大壓力 這麼巧的股票昨天開始堆 昨天開始堆 今天繼續堆 還有你昨天堆是說堆大陸現在很厲害 跟全世界翻臉 那你很厲害跟全世界翻臉 那有些錢會害怕的 不知道 加拿大資金 德國資金 誰知道 突然間有一間公司就說 被人家拘捕了 在裡面 你這樣搞 其實是趕客的 一定有錢走 你說沒有個假的 就是它昨天出來說的那一刻就可能沒有 不知道昨天前天說的 總之它說的時候是沒有的 等一等 說完沒削 就爆了一件事出來 但是現在這個動作 似是港幣的需求上升 現在最新的這個動作 港幣的需求增加 接著我又想的 也想不明白 通常有兩個原因的 一個就是季節性的需求 但是接下來沒有什麼的 難道是佛誕 所以大家搶錢 怎麼不會 通常我們在新年的時候才會這樣 第二個又沒有什麼大的IPO IPO 本來有那些都好像打殘 你剛才說 因為之前的弱勢 那些錢資金流走 但是現在就突然之間轉強了 那是不是有一些錢來了這裡呢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呢 因為我這一天幾的時間 我剛才跟你說這一兩天唯一大新聞 就是大陸和全人類翻臉 然後你有些害怕的 你和加拿大翻臉 和德國翻臉 和美國準備翻臉 尤其是你美國那些東西 你和國安拉人 其實現在有些在這裡的錢會害怕的 你一切罪給它國安 你也知道現在國安怎麼玩的了 抓了先的 我不知道怎麼玩的 怎麼玩未審先判 它說抓你你就有罪了 一間企業你死定的 如果它一聲就抓你 你全部的電腦都抓你回去 全部的銀行都抓你 那你就站在那裡 像雞腳走 你見link in那些都走人 其實做這些事情 不可能沒有錢走的 急急腳走 不需要很多 你有些錢走 你有些錢走那些會稍微夾一夾 你一夾的話 其實你的美港式差一稍微收窄一些 那你會引發一些 美電套式盤拆倉 現在你給電套式盤之前 賺兩厘annualized 一年兩厘 一年才賺兩厘 一年賺兩厘 如果你譬如做一周 你就除了52 兩厘除52 那裡很小 如果兩厘除52 你的電力 你稍微放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引發去拆倉 那你先引發一周拆倉 你再賺多些 引發兩周拆倉 你再賺多些 一個月的刀拆倉 那你拆一拆一下 就是骨牌拆下去 現在這個圖 就比較穩定一些 就是看那個三個月 其實你見到 都慢慢的息差 就是港美的息差 是拉近的 所以這裏 都要一些arbitrage 就要平回倉 你剛才說拆倉那些 Fundamentally 那些銀行 都沒有可能頂到的 你現在那些拆息 都在說五字頭的 那些daple我肯定按下的 那些daple他剛才 你說我們的拆息 現在四字頭 四幾 四尾 四尾 五個頭 那些應該拆了五尾 五尾六頭 他們一一拆 四中 overnight 現在四四五 一個月 四幾 一個月都 四中 四中 你拆一拆 這半息差 是不行的 對銀行來說 是不行的 銀行怎麼都要用這半 用這半三個息差 才能堅持 它現在銀行的那些息差 其實是拿到蝕本一段時間 蝕了一段時間 就是你之前 之前懶惰的 又說銀行讓利 大把錢 那你現在不是 搞完危機之後 緊了 什麼都夾你 看你的倉 你拿著什麼 要流動性提高 你一提高的時候 一夾那些賊師就上了 一個月和三個月 現在就四中 至四頭之間 就是你體會這幾個 都會去到五厘 差不多的水平 那才叫做 合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剛才你說的那些 應該是 一個月 三個月 四中 不是很夠的 那這裡 要追回那個息 先問了就是借貸 那方面 因為其實對於借貸 還是對於存款那方面 就是未吃都會影響的 你現在借貸的成本這樣升 我們就關心 供樓那裡 這裡應該是比較多人關注的部分 接著我今天去找 這兩天在找 最近的新盤 有沒有什麼美麥 可以出來分享一下 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了那些 父母親數字遊戲那些 只是只有一個 看到就說 加息供樓成本多了 就兩夫妻一起供了 但是這個 原來是個留言才最令人 阿Sam幫我出一下 這位受訪的哥哥仔 那些留言就說 像馮智正 阿Sam去哪裡 就像馮智正 不過by the way 就是我看最近的新盤 那些消情 仍然很無懼 這個加息 就是覺得 我們一起公開 你留言在哪裡 這個新聞的Facebook post Facebook post 你留言在哪裡 是的 可以留言 是的 我真的以為你要 我看到紫毛 我以為你要 我的紫眉 不是指毛 博士 認識了這麼久 我不知道 你上了網去 你以為我叫休子毛 我真的以為 神經病 你什麼人來的 我怎麼知道你 無緣無故貼張 我又不知道是誰 我兩張都傳給你的 不過你先看個留言 他指毛就說 這位哥哥仔 前面的劈音 不知道他整個頭 還是前面的劈音 是紫色的 人們說他指毛 然後說他像馮智正 highlight的紫色 都不是啦 他仍然保持著他的風格 都是金色的 by the way 就是那些人無懼加息 就是覺得 供樓就一起供 他這位哥哥仔 很響應大陸的說法 大陸現在他們的供樓 是覺得你現在供不了 就下一袋供 下一袋供 或者全家一起供 現在是他們那種 希望激活樓市的做法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原來都想法差不多 這些是喉舌的 肯定找些人來做些假新聞出來的 這麼好賣就不用打折了 偷偷的減價 被政府炸 他們一向都是分幾批放手的 第二、二、三批的假單 會比第一批便宜了 那就被人炸了 真的很好笑 為什麼減價會被人炸 真的要進大陸做生意 真的要 其實很容易看 不減價 只可以加價 加價又不行 又說通脹 又不減價 我知道你解釋過 最優惠利率P 就是銀行按照自己的商業模式 來做的決定 但是現在看到 拆息那邊又升 那是不是都需要 真的要跟著那個風向去加呢 繼續 因為你見大那些加了百分之一 西行那些加了四分之一 這樣 都說了 一個雷舆怎麼頂呢 頂不得拿的 你沒有東西就說 現在世界上開始糟糕了 銀行那些危機 你還要玩減價玩藥 他們可能也會說 那你都是外圍那些危機 你看這陣子 耐人那些有這個中特色估值 就是那些投資者好像沒有怕 中國特色估值 就是用一個假的稱讚就踩上去 沒有肥了 來了 來了 來了